笔者上篇文章,介绍了战中西线战场、欧洲战场控战的战略战术,还有德军是怎么逐步失去制空权的。 以下介绍的是二战东线战场、苏德战场的空战情况,我们从主力战机和战术特点来分析苏德双方空战的优境略是。 东线片,东线的空战和西线完全不同,基本上就是围绕起地展开的,大部分时间里,空战都围绕着苏联人的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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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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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因此,要攻击加成这个弱点难度很大,要冒着亲我大地的危险。 事实上,有不少德国战斗机旧式的试图抄低空攻击IL-2的散热器的时候,由于某些原因不小心,技术不好,或者躲避IL-2的尾机枪的时候,没注意,刺激一头撞到地上报销的。 IL-2的主要攻击武器是机炮加火箭弹加极数炸弹,攻击方式是请俯冲扫射。 这种攻击方式使得IL-2和斯图卡不同,它不用在攻击前或攻击后爬升到较高的高度,这使得要命中它的弱点非常困难,当然,这也让它偷炸弹时的精度远不如斯图卡。 IL-2更适合打击敌人暴露的人员、车辆、坦克等目标,最兼顾攻势的攻击力不如德军的斯图卡战斗机。 双方的战术应对,一,武器上的准备。 德军需要一种火力更猛的战斗机来攻击后皮的IL-2,这个任务就落在了FW-190系列上图身上。 FW-190战斗机,英文,FW-190fighter,绰号,W-G-E文,百蛇鸟,通称,符赫沃沃尔夫,FW-190,是二战期间德国一型单作搭发品质单一全金属破30战斗机,是二战中后期最好的战斗机之一,上图为BF-109战后重制机。 BF-109战斗机又称,M-E-109,是德国单作搭发单一全金属破30战斗机,是二战期间纳粹的国空军的主力战斗机之一,也是二战期间综合性能最优秀的轻型战斗机之一。 相比BF-109,FW-190火力猛,皮后,俯冲好,被自卫机枪咬一两口不一定有事。 德军在攻击时,常常会利用BF-109,缠住护航的苏局战斗机,然后让FW-190冲下去开片,而苏局战斗机的俯冲性能俯变不好,有时候很难阻止FW-190的突击。 苏局后来从美国引进了P-39飞蛇,尚处为P-39Q,在美国人眼里,飞蛇就是个鸡类,高空性很烂,飞行特性很是怪异,新手开着这东西,很容易自己就失速了,加上奇葩的侧开门,跳伞都不方便。 在太平洋,这获得被日本零式战机,打得像落水狗,所以美国人就把它丢给苏联了。 但对苏联空军来说,这东西绝对是好东西,高空不好,IAL都在低空,那个汉斯会了名用语,没事往高空乱窜。 不怕遇到了神经米格三吗?不好控制?放心,咱们都让优秀飞行员飞,为什么这么喜欢这货? 就为了那门37毫米的机套,让你的FW-190劈后,脸皮在后,37毫米也能一招撂倒。 不管是打FW-190,还是转直强机击打打坦克都不错。 二、战术几率方面的要求。 苏联空军很清楚的意识到,其存在的价值就是打击德军的地面目标,一切的一切都必须为此服务,为此目的。 苏联空军规定,在地面部队需要的时候,攻击机部队即使没有掩护,也必须出击。 护航战斗机部队,必须不惜一切保护攻击机,不得擅自脱离战斗,不得在追赶敌机时,过于远离攻击机群。 对空军自身而言,这真是坑爹的条例,对攻击机,这意味着,只要陆军需要,上刀上下火海你都得去。 对战斗机而言,意味着被死死的捆在攻击机身边,必须经常性的在不利的条件下作战,败了不能逃,生了还不能随便追。 对,我们再对照着看看德国的空军,他们的战场条例却是另一个样子,其原则基本上以空军自身的利益为主,而在空军中又以战斗机的事业为核心。 所以德国人就有了这样的条款,战斗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投入战斗,战斗机有权在局面不利时,避免战斗或撤出战斗。 至于定面部队和几方空炸机,分,局面不利的时候自求多福吧。 这种做法使得空战,总在对几方有利的条件下进行。 空战中的交换比当然也对德国战斗机有利,这个交换比其实并不表明德国飞行员素质就比苏军强太多, 也不能证明和德空军交战交换比更好看的美英飞行员强于苏军,也有利于产生王牌。 至于陆军,关空军的王牌们什么事? 苏联空军和德国空军有一点其实很像的,那就是他们都是所谓的战术空军, 手上的飞机都是短腿货,为国战争爆发前,苏联将飞机部署的相当靠前, 结果在德国人的突袭中,打扮备架毁在地面上,这直接导致了制空权的丧失。 不过,有一点是需要说明的,那就是由于到部分飞机是在地面上损失的, 所以苏联飞行员的损失在德国人的第一集中,相当反而不算特别大, 但此后由于机场和指挥的混乱,使得能同时起飞反击的飞机不但数量少, 而且几乎毫无组织,面对数量、质量和指挥组织,都有优势的德国空军,完全成了宋采天游。 这一段时间的战斗,苏联空军才真正损失惨重, 大批优秀飞行员就在这样的战斗中被浪费掉了, 这才是真正的致命的打击。 由于德国地面部队的迅速推进,整个苏军,包括空军都陷入到巨大的混乱和危险中, 而在此时,阻止至少是持之德国地面部队的推进成了空军必须不惜一切来达成的目标, 对地攻击必须加强,一切为了对地攻击,混乱中的苏联空军根本组织不起编程合理, 配合严密的机群,只能有什么飞机,就让什么飞机挂着炸弹出去, 什么,只有攻击机没有护航战斗机,那就不要护航战斗机了, 所有飞机挂弹起飞,执行任务,什么没有攻击机, 你有什么,有战斗机,那就给战斗机挂炸弹, 什么,只有双翼的木头教练机,带不了炸弹,那就带上一箱手榴弹出击, 这样的攻击几乎就是自杀,一旦遭遇德国战斗机, 他们,包括那些挂着炸弹,低空低速飞行的战斗机,就都不过是八字而已, 他们中的很多在到达目标前就被击落,很多在突击过程中被地面高射火力击落, 尤其是那些防御脆弱的战斗机和教练机,还有很多在返航时被击落, 很多德国飞行员迅速地刷出了惊人的数据, 也在这一时期,德国人第一次见识到了苏联空军式的烈火撞击, 苏联飞机在被击中起火后,飞行员并不跳伞, 而是驾驶着熊熊燃烧的战机,撞向德军的地面目标, 这是一支真正的勇士的空军,所有飞机都有着地攻击的责任, 这个传统在苏联空军一直延续,尖机机乃至教练机对地攻击成了苏联空军的尝试, 即使是像波克雷石金这样的国宝级的王牌, 也必须尽强心地执行对地任务, 对地攻击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 这不仅是因为地面火力的威胁, 更因为在对地攻击时,飞机必然处于低空低速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遭遇敌方战斗机,就会极为被动和危险, 所以,德国的战斗机飞行员是不干着中国的, 如果他们被派去对地攻击, 那一定是因为他们此前犯下了什么错误,而受到了处罚, 被派去攻击地面目标就是惩罚, 直到莫斯科战役,苏联空军才得以重新组织起来, 他们开始了有组织的抵抗,而且一些条件也开始变得对苏联空军有利, 一,莫斯科有条件很好的机场, 而德国人只能依靠条件简陋的野战机场, 二,苏联空军也能得到地面防空火力的支持, 为了保证莫斯科上空的安全, 苏联人大量的使用寄流气球防空气球, 这些气球带着绳索,驯伏在从地面到五六千米的高空, 德国人如果要空袭莫斯科, 从低空进入进入, 他们就必须冒着撞上这些气球的危险, 而且,他们也无法进行俯冲轰炸, 这样,他们的攻击精度就无法保证, 这个手段不是苏联人发明的, 走在不列颠之战中, 英国人就用过这样的手段, 但就气球的数量和密度而言都不能和莫斯科相比, 为此,如果德国空军要发动空袭, 就要靠高空水平轰炸, 而高空以上不是德国人的强项, 更何况在高空, 他们还将面对可怕的对手, 苏联空军拥有当时高空第一神机米格3, 在当时, 德国人的战斗机要明显由于苏联飞机, 除了在高空,因为在那里有米格3这种在高空是一条龙, 到底攻向飘虫的神机, 守卫者非常坚定, 他们受命, 无论如何不能让巴西斯飞机闯入莫斯科, 哪怕通过撞击的方式, 所谓撞击绝不是说说而已, 事实上, 苏联空军经常会使用这一非常手段, 苏联空军中甚至出了好几位撞击王牌, 有一位王牌, 总计落数十几架, 一开始的四架中, 居然有三架是撞下来的, 莫斯科一战中, 德国空军表现不够理想, 至少是和此前相比很不理想, 但这非战之罪, 主要还是因为基础设施和后勤补给方面的问题, 夜战机场的出动率和永备机场差别太大, 以至于在飞机数两相差不到的情况下, 升空的飞机数却天超地别, 加上苏联又不要宁, 所以轰炸苏联重要目标, 例如红厂当然就泡了汤, 不过德国空军也没吃什么亏, 地面部队表示, 吃亏的一直是我们, 东线总体上说, 制空权还是在德国人手里, 在苏的战场上, 德国空军的第二次严重挫败发生在斯大林格勒, 不过这次战败的照音主要是地面的失败, 在战役的前夕, 德国空军的表现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牢牢的控制住了斯大林格勒上空的制空权, 但是, 德空军此后的表现就不算太好了, 事实上, 德空军在取得制空权后, 在利用制空权来谋取利益方面, 表现一直不算太好, 拥有制空权的德国空军, 没能摧毁一些关键性的目标, 比如福尔交河上的渡口, 和对岸的远程炮兵阵地, 而这些目标正是苏军得以守住斯大林格勒的关键, 说德国空军没有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是不公正的, 但, 德国空军对这样的目标的打击力度很不理想, 不要说切断苏军的水上运输线, 甚至连有效干扰都算不上, 好几次当斯大林格勒威德德西的时候, 苏联的内核船队都能冒着炮火, 将大批物资和士兵, 欲望着做炼狱般的城市, 想想看, 如果这时候把德国空军, 换成美国陆军航空队, 那条船有机会靠岸, 换成苏联空军, 苏联空军也许会损失惨重, 但内核船队什么的, 要想把部队呈建制的送上去, 怕也不容易, 总的来说, 德国空军对地攻击部队, 虽然有超级王牌, 但整体规模占空军的比例不够高, 苏联产量最高的是IL-2攻击机, 总产量达36163, 轰炸机较攻击机的数量, 与战斗机数量的比值, 大约在0.84左右, 美国更变态, 生产了最多的战机, 居然是四发重型轰炸机B-24, 而且轰炸机加攻击机的数量, 与战斗机的数量比值0.83左右, 考虑到美国四发轰炸机数量很多, 这个比值极其可怕, 英国人的比例更高, 高达1.04, 而德国, 这个比值只有0.56左右, 这一时期, 苏联空军的反击大多是纱扰性质的, 比如波尔的演习之类, 波尔是一种双翼木制教练机, 速度可以低至数十公里, 声音很小, 雷达特征也很小, 引擎挥机哟, 苏联飞行员们在夜间驾驶这种飞机, 飞到德局阵地上空, 使用特制的小炸弹, 或者干脆就是派击炮塔进行轰炸, 主要作用是骚小, 波尔教练机, 1942年, 缩军组建第588夜间轰炸机团, 所有人员均为女性装备波封2, 及其改进行夜间轰炸机, 利用夜间出击, 攻击敌军的速营地, 飞机场, 供应仓库等目标, 破坏效果谈不上巨大, 但常常使敌人处于戒备状态, 长期不能休息而对敌军产生了强大的心理战效果, 波尔飞得很慢很低, 但是极不容易被击落, 德军的战斗机BF109, FW190最低速度远大于该机, 即使发现波尔, 只要波尔向旁边来一个转弯机动, 敌人的夜间战斗机必然冲到波尔前面, 不得不再绕一个大圈再来寻找, 这种猫作老鼠的游戏, 绝大部分以战斗机的失败而告终, 况且, 波尔飞得离地面很近, 几乎是掠地飞行, 敌军战斗机不可能飞得这样低, 德军司令部曾经许愿, 只要飞行员击落一架波封2, 即可获得铁狮字宣章, 波尔还有一种气息敌人的战斗方式, 在距离目标还很远的时候关闭发动机, 靠波尔良好的滑翔性能飞离目标上空, 当德军听到风吹波尔一间张线的笑声时, 飞机已经就在他的头顶上了, 攻击完毕后, 波尔在发动发动机飞离目标, 德军当时不成熟的地面雷达或计载雷达, 对波尔也无可奈何, 一是该机飞得太低, 信号被地面砸波淹没, 二是波尔绝大部分材料是木材, 对雷达波反射很小, 第588夜间空炸集团的作战行动十分成功, 三年内一共飞行24000架次, 有23人次获得苏联英雄, 12人获得红旗勋章, 德军将这些勇敢的女性称为Nature Texan及北欧神话中的夜晚, 起木头操把干杯形的巫婆, 稍微偏提一下, 在二战中, 女军人各国都有, 但真正像男人一样上战场, 普遍战斗在第一线的, 和男人一起战斗, 一起呼喊着沃拉冲锋, 一起牺牲道, 出路毛子, 这没有第二个, 这算是男女平等嘛, 后来, 北军陆地战线崩溃了, 第六级团军被包围在斯大林格了, 由于战略需要, 他不能突雷, 要不然高枷锁那边就崩了, 而三十万人的补给, 就全指望空军了, 空军元帅哥联想元首吹牛说, 空军完全有能力, 保证第六级团军的补给, 但事实上, 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随着书军的推进, 越来越多的机场落入苏军手中, 这导致德国郡输机, 到达斯大林格了, 要飞行的路程原来越远, 消耗的燃油越来越多, 能运进去的物资越来越少, 而且每次任务, 在苏孔区的飞行时间也来越长, 途中受到苏联战斗机拦截的机会也越来越大, 这一次, 苏德战斗机的处境完全反过来了, 加上苏联又得到了新玩具, 拉武战斗机苏联第一次获得和德国水平相当的战斗机, 结果, 德国空军的损失就开始直线上升了, 再后来, 随着苏军继续推进, 德国战斗机的航程开始不足以为运输机护航了, 这时候运输机的损失就更厉害了, 好在这个时候, 高加索那边已经撤出来了, 第六级团军的胜余价值, 也消耗的差不多了, 空运也就逐渐减少到一丝一丝的地步了, 至于陆军有几十万人挨饿的事情吗, 你挨饿也不能叫我去送死呀,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库班大空战, 为了把登陆地苏就赶下海, 德国空军豁出去了, 狠狠的玩了一次命, 德军由于在库班的地面部队不多, 所以就把希望寄托在航空兵的身上, 德军把第四航空队主力约一千架飞机, 集中空炸机五百一十架, 捡机机二百五十架, 都调到克里木和塔曼半岛来, 希望能靠着航空兵的优势来压倒苏军, 而这个战略意图, 也就意味着德国空军必须把重心包在对地攻击方面, 相反, 对于苏军而言, 由于地面的优势, 制止德国空军的空袭, 攻击敌方轰架机的任务, 倒是一下子变得重要起来了, 从这个角度看, 苏的空军之间好像换了个位置,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